開心領取免費便當 民眾笑得好開心 中和親功結合則方同紀會 中和同紀會和地方餐飲業者 準備200個愛心餐 大伙在廚房忙進忙出 響應公益慶祝雙十國慶 今天是10月10號 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那我們中和親功 往年都會在10月10號 舉辦這個愛心餐盒的活動 我們今天準備是200個愛心餐盒 發給這邊的一些民眾 那我們中和同紀會 就是一項在做社會公益 那每一年都在做各項公益 那今天我們參與這個盛會 來發愛心便當 希望能夠照顧更多的人 左方同紀會 我們今天是兼發票做愛心 我們希望大家共襄盛級 大家多多的參與 只要捐三張發票就能領取便當 全數發票還會捐給社福團體 做公益又可以享美味 還有電器空調老闆 自掏腰包買了200份豆花 讓愛心不間斷 很高興也很榮幸的來參加中和親公的這個活動 然後共同的聖鄉鎮聖舉 那本身我是做空調 成譽空調的業者 那特別來贊助200萬豆花 12隻卡娃伊彩犬排排戰 萌翻全場 這次活動還特別邀請可愛的毛寶貝 穿上國旗領巾 戴上國旗帽 加入國慶行列 一起幫國家慶生 誰說一定要到總統府前 我們今天是特別來參加 慶功會舉辦的雙十國慶 那我們今天號召了群組 的12隻小寶貝 來為大家為國家慶生 很榮幸啦 就是因為有那個比媽 我們的社團的那個主持人 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就是當療癒犬這樣子 那看到這樣毛寶貝 然後大家就覺得很開心啊 那覺得這個氣氛還不錯 那現場剛剛非常熱鬧 很多的好朋友 都一起來共同的參與 特別還有來了一群 這麼可愛的小動物 一起來為我們中華民國 來祝賀生日快樂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連續假期遇上國家生日 用不一樣的方式 歡度國慶佳節 一起動手做公益 也是很棒的選擇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所以天空新聞中口報導 我們下週的地下 就是從事後來的 我們下週的地下 我們下週的地下